好,各位同學,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項目符號來美化 不過要講項目符號美化之前 我們要先了解什麼是項目符號 什麼是項目符號 這個就是項目符號 陳妮兒小朋友跟我講 老師 喔,打錯了 欸? 欸? 老師 我的點點怎麼不見了 我的點點呢? 點點你在哪裡啊?點點 老師,點點剛剛被我吃了 可是現在卻出不來,怎麼辦? 注意,你把那個點點吃掉 其實就取消了這一行的項目符號 來,請看這邊 看到沒這兩個 這叫做什麼? 點點 點點咧 這叫做什麼? 項目符號 這就是項目符號 來,在哪裡?放大一點給你看 看到沒?你看 這就是點點 這是什麼呢? 123 看到沒 可惜只能放到這麼大 好,這本來是點點還是123 點點 所以你按下點點 就出現了 懂了嗎? 好,那如果你不要點點 你也可以選擇這個 你看,當你選了以後 這裡是不是按下 是不是 顏色變身 顏色變身代表現在是選取的狀態 看到沒 好,那如果你改按 123 全部變123 好,這個時候會非常方便喔 你直接按下去 你看 4會變新的 喔 看到沒?變成123456 所以這個項目符號 和編號是非常方便的 項目符號 好 好 那這個是編號 好 好,項目符號除了這個點點 還有無聊的123 123還有無聊的點點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項目可以選 我們第一步先把它反白 好,第二步 用右鍵 選擇什麼 請看 項目符號及什麼 編號 編號 答對了 請你選這個項目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選擇 來再做一遍 項目符號及編號 按下去以後 5 就是都沒有 123 就這種123 他除了這種123 還有哪種123 這種 這種 也就是說他其實還可以選的 內容有相當多 還有大寫 還有ABC 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 你看這裡還有 現在這邊是編號對不對 還可以選擇 項目符號 項目符號 來我們來看看有哪些項目符號 好 這個黑心點點 如果你按下確定 全部變點點了 變成大顆點點 右鍵項目符號及什麼 編號按下去以後 方塊的 菱形的 空心的 打勾的 箭頭的 而且還可以選大小 現在是百分之百 對不對 我們小一點 25 好小喔 喔 好小的箭頭 看到沒 這樣幾乎看不見了 項目符號及編號再來 我們可以把它放大 喔 都可以選 還有什麼 自訂 你可以選擇各種符號 箭頭的 枕頭的 枯頭的 枯頭的 看到了沒 喔 你要你自己選 還可以選這個 各種各樣都可以選 好 除了這個之外啊 還有什麼 圖片 不過按下去以前建議你先存檔 千萬不要搜尋 好這幾個字以前就有小朋友用 結果 整個當機 因為他要到網路上去找 而且他打他也不認識中文字 所以請你不要用 這裡面就有現成的 比如說我們來一個 來一個 好比如說選了這個棒棒糖 確定 你看 你的項目符號就變成棒棒糖了 不喜歡 還可以換 還可以換 項目符號及編號 圖片 比如說選這個 確定 好他就換了 看到沒 這樣就可以利用項目符號及編號 來做美化